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将会与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却老观刘克孙的演艺生品 刘克孙生于1904年12月18日 出于1983年1月24日 她是香港老牌的电影演员和粤却老观 刘克孙在港西屈林荣苑出生 她曾经读到大学 她亦是广州八和会馆粤剧演员养成所第一届毕业生 跟她一齐毕业的同班同学 有罗品超、黄鹤星和张活友 原来她们几个都是同班同学 而刘克孙尤其擅长唱马斯增的康口 刘克孙尔在养成所毕业之后 就落了一些红船班 跟着红船到处落乡演出的班 她就做这个丑生行当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越剧界的情况就发展不太理想 于是刘克孙就来到香港 加入了邵氏电影公司 一直到1960年初 就签约旗本和邵氏 恢复自由身 但她仍然是继续接拍粤语片 在这个期间她就参演过很多部粤剧 其后主演的电影包括《天道人心》、《梁冷艳》、《孤星血泪》、《乐神》、《疑心碎母心》、《六月雪》等 她曾经参演过的电影非常多 数目就达到五百多部 影真惊人 而且她多数都是做一些反派的角色 演技就尤为出众 另外刘克孙除了做演员之外 她也从事过导演的工作 她曾经执导过的电影 有《六道何仙姑》、《凄梁金叶谷》、《花乐断长桥》、《宝儿孝祖救伤亲》等等 这些电影都是由刘克孙负责做导演的 一直到1970年 粤语片就没落了 加上刘克孙自己也年时已高 宣告适应 暂时退休了 一直到1978年 在电视界兴起了一个怀旧热潮 因为这个热潮令刘克孙也复出 复出之后 就加盟这个《丽的电视》 即是亚洲电视前身 就参演了几部电视剧 在《丽的》就参演了《新变色龙》 在《新变色龙》里面 他就不再做反派角色了 就改为做正派的角色 后来去到1980年 他就转进去《无线电视》 在《无线电视》也演过不少的剧集 比较著名的就是《执倒宝》 《四季情》 和《无相谱》等等 后来在1983年 他拍摄电视剧《天降财神》的时候 就因为心脏病发入院 入院半个月 最终不幸在1983年1月24日 上午九点钟在港华医院病逝 在1983年1月28日 就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丧礼 刘克孙生前 总共有4个老婆 并有9个子女 其中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她三太太生长子 刘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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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亚洲电视著名的演员 而且亦是亚洲电视所有大营节目司儀 都是她做的 另外她的媳妇 即是刘之永的老婆 就是梁淑莊,亦是亚洲电视著名演员 此外亦是亚洲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大型节目的司儀 另外不说不知,原来在TVB做过的杨玲 亦是她的外孙女 此外,在早年,在粤语片里,都相当出名的 红的秦小莉,原来亦是刘克孙的外孙女 秦小莉在40年代,亦是粤剧相当出名的花旦 说完刘克孙的生平,接着就和大家分享刘克孙拍摄过的电影 刘克孙拍摄过的电影有五百多部,相当多 就等下慢慢读给大家听 1934年就是一京花 1935年就是马戒普 梁山伯竹英台上集 讀玫瑰 火烧阿房公 梁山伯竹英台下集 《夜雕白芙荣》 《夜雕白芙荣》 然後就1936年了 1936年她就拍过 《卖怪如龟山喜和》 《广州一虎人》 《女财难良》 《爱国花》 《博爱》 《弹家梅》 《密室怪人》 《桃色血案》 《世道人心》 《黎夫人》等等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刘克孙的演艺人生 暂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啊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下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刘克孙拍过什么电影 将会由1937年开始讲起 好,拜拜